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音的建筑展 听到声音的建筑展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有相同的疑惑 所以这个展览究竟是和声音有关 还是和建筑有关 没有关系 希望透过这支影片 让大家对于这个展览 有简单的认识 这天我们来的时候非常的幸运 因为刚好赶上了定时导览 而导览人员会先带领我们 认识这个展览的看点 以及每个展区 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印象 进而让我们在之后逛展时 能够以最快速和最具体的方式 进入这些作品当中 这次的展览来自于 日本东京六本部的 突然突然美术馆 而突然突然为什么叫突然突然呢 听说是因为人类最好的势力是2.0 也就是2020 而他们希望在最好的势力下 再加入创作的视角 期许自己比常人看得更多 所以取名2121 我认为这次的展览有三个看点 声音的建筑展 最大的重点无疑就是这个声音 在这个展览中 我们全程只会听到一首歌 不论是音调 节奏 速度 都会是一样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这个展览的开始和结束 而这首歌就是由小三田归吾所创作的 Adiu Architectural 声音的建筑展 第二个重点毫无疑问是建筑 这个展览由日本世界知名互动大师 中村永吾担任展览总监 这个展览找来了8位创作者 请不要以同一首歌 用不同的影像创作来呈现 也就是将听觉所接收到的 用视觉的方式建构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声音的建筑 而展览的最后一个亮点 就让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吧 那么导览完一圈后 我们就回到最一开始的长廊 在长廊的头尾 分明有着静态与动态的logo 走过长廊后 我们会进到一个三面包围的投影空间 而画面是记录乐手们在录音室的表演 墓地是为了先带大家与这首音乐产生连结 投影空间的正后方 还有这首歌的音轨 接着我们会来到25公尺的巨幅投影 但我选择先绕到它的正后方 它的正后方有八个隔间 分别有着八位创作者的作品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们来到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个看点 同时也是这个展览的重头戏 就是这个长达25公尺的巨幅投影 它像是一个由声音所打到的伸展台 当你走进这个空间时 可以尽情享受艺术的纯粹 并且把所有的感受情绪都融入其中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看完声音的建筑展了 没错 喜欢吗 喜欢吗 我而且它每个设计师在表达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印象的感觉来看 而且它的展展空间其实算单纯 但是又让你会觉得其实很丰富 我觉得蛮推的 下期见 下期见 bye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